臺灣少子化趨勢日益嚴重 因為養兒育女 什麼都要錢 沉重的經濟負擔 導致年輕人遲遲不敢生養小孩 據內政部公告 二零二二年全國新生兒人數 僅有四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六人 再創歷史新低 幾乎各縣市新生兒人數 都比二零二一年還少 僅有臺東縣一枝獨秀 新生兒人數出現逆勢成長 去年的新生兒逆勢成長 比前年多了八十九位新生兒 那我們也跟中央確認過 確實在全國其他縣市 新生兒都是下降的 只有我們臺東縣逆勢成長 臺東縣府表示 二零二二年全縣新生兒出現人數 共有一千四百零五人 相較二零二一年增加了八十九名 新生兒 是全國唯一出生人口 正成長的縣市 認為可能是提高生育 去補助第一臺三萬元 第二臺三萬六千元 以及提高未滿兩歲的育兒津貼 五千至七千元等生育福利 奏效 強調不只津貼加碼 去年也首創公司託收費 其一致 多少有刺激民眾生育 實際訪問家長 多數人對生育補助及津貼表示有感 但強調不會是刺激生育的主要原因 還是會評估自身經濟能力決定是否要生養小孩 對此 縣府表示仍會繼續結合各局處資源提升育兒福利措施 建議鼓勵青年生育並刺激人口回流 減輕年輕人養育負擔 原始新闻 如正台中市的採訪報導